前面我们学习了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 既然将交易价格确定下来了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四步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 各单项履业义务 也就是说 如果合同包含有多项履业义务 那么我们必须要将交易价格 按照一定的标准 分摊到每一项履业义务 从而根据每一项履业义务 所分摊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它的收入 那下面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分摊交易价格的一般原则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业义务的 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 按照一个标准来进行分摊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呢 那就是按照各单项履业义务 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 它的相对比例 每一项履业义务 它的单独售价 占总的单独售价的百分比是多少 将这个交易价格分摊到每一项履业义务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那么这个单独售价有不同的方法确定 第一种情况是单独售价可以直接观察 比如说我们就参考该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价格 作为它的单独售价 那这个很明显题目直接会告诉我们的 第二种情况是单独售价可能无法直接观察 既然无法直接观察 我们就间接的来确定 采用相应的一些方法 比如市场的调整法 成本加成法 或者说余制法等等一些方法 合理的估计单独价格 这是直接观察的已知的 这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合理估计 那这些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法叫市场调整法 所谓市场调整法是指 企业根据某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的售价 然后再参考我们企业自己的成本和毛利 进行实战的调整以后的一个金额 作为其单独售价 第二种方法叫成本加成法 这个很好理解 那就是在该商品的预计成本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合理的毛利 成那就是毛利 比如我这个产品预计成本是100元 我加上两成 两成的意思就是毛利率20%的意思 那就是120元 作为它的单独售价 很好理解 第三种方法叫余制法 这种方法比较特殊一些 它是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 总的交易价格 减去合同单中 其他商品可以单独观察的单独售价以后的余额 剩下的部分 来确定某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这个方法比较抽象一些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家公司以总的价格 100万元 这是总的一个交易价格 向客户销售ABC三件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其中A和B经常单独地外销售 所以它的销售价格呢 是30和50属于可以直接观察的 而C商品为新产品 家公司尚未对其定价 且未曾单独销售 市场上也无类似的商品出售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可以参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家公司就采用余值法 估计C商品的单独售价为20万元 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总共是100万交易价格 其中A和B它的单独售价是30和50 那么减去A和B 剩下的部分就算给C了 称之为叫余值法 那么看完这道题 我们这种方法也就很好理解了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的12题来看一下 2007年3月1号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相其销售A和B两项商品 A商品的单独售价为6000元 B商品的单独售价为24000 已知了 那么两种商品单独售价之和是多少呢 3万 但实际上合同价款是25000 也就是说交易价格是25000 那么我们按照A和B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将它这个25000分摊到A和B里面去 就可以了 合同约定 A商品与合同开始日交付 B商品在一个月之后交付 但是有个条件 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以后 甲公司才有权收取这25000的合同对价 这是涉及到收款的权利问题 假定A商品和B商品分别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其控制权在交付商品时转移个客户 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析 首先分摊 这个其实很容易的 总共是3万 然后将这个25000分摊 其中A6000占3万的百分比 乘以25000分出来是5000元 而分摊至B的 那就是24000比上3万 乘以25000分出来是2万 加起来等于总的交易价格2万5 分好以后下面就是账务处理 这道题想说的问题是账务处理上出现一个科目叫合同资产 分摊这道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那么根据题目的条件 交付商品时 在控制权在交付商品时转移给客户 所以我们此时就可以确认收入 第一步交付A商品是在合同开始就交付了 3月1号 那今天我就可以确认收入 但是我钱还没收到 借合同资产5000 这是A的单独 A的交易价格5000 带主营业收入5000 问题在这 钱没收到 我不是应收账款吗 那怎么是合同资产呢 那么要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一章 或者说按照新的收入会计准则 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 两个科目的使用 它是有区别的 待会给大家再说明这个问题 好了 这是第一步交付A商品的时候 第二步交付B商品 根据题目的条件是1月以后 假定我们就是4月1号吧 交付B商品了 B商品是2万 所以我确认2万收入没问题 这个时候又换成应收账款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一家公司 假公司刚才题目的条件要求 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以后 假公司才有权收取这个款项 那现在两项商品A和B都交付了 那么此时 所以对假来说 他已经履行完他的义务了 因此此时应收的款项 应该全部还没收到 所以全部记在应收账款里面 如果今天收到了 那就直接借银行送款了 那这道题呢 假定在这一天还没有收到 那么先寄到应收账款里面 同时将之前A的那个合同资产 也转到应收账款 也没有收到 前面这个也是没有收到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的问题 下面呢 给大家补充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这儿呢 我得说一下 我的课时有点长 有点多 跟我课件上补充的内容比较多 也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合同负债 给大家补充的很多内容 合同负债和预收账款 基因比较 那教材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呢 教材还有很 我们补充的还有很多例题 教材上没有的 那今天我们在这儿 又给大家补充内容 那就是合同资产 和应收账款的区别 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些概念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合同资产 所谓合同资产 是指企业向客户转任商品 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且该权利是取决于 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 或者通俗的讲就是 合同资产 它意味着企业 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 是有条件的 什么叫是有条件的呢 就像刚才这道题一样 我已经交付A商品的 我可以确认收入了 钱没有收到 我不能寄在应收账款里面 我只能寄在合同资产里面 那是因为根据合同要求 只有当A和B都交付以后 才有权利收这个款项 那现在对贾公司来说 他虽然交付了A商品 但是B商品尚未交付 那意味着B商品没有交付 连A的钱都拿不到 那说明什么 说明对价来说 他向客户收取 A的那个对价的权利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取决于 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就刚才所讲的这个因素 你B交付了 才给你钱 那反过来 应收账款不是这样的 应收账款是这企业 无条件的收取 但只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应收账款 往往是什么 是销售企业 给购买企业提供一定的信用期 比如三个月信用期 两个月的信用期 那这个信用期 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到时候就应当收取这笔款项 所以合同资产 它收款的权利 是有一定的条件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就结合刚才那道题 企业向客户销出两项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企业应交付其中一项商品 A 而有权收取款项 A和B吧 总的是A和B A和B两个 那么要求是 企业应 以交付其中一项商品 而有权收取款项 但是收取该款项 还取决于企业 交付另外一项商品 B B没有交 A收不到这笔钱 收不到A的这笔款项 所以假公司 应当将收取A的这个权利 作为一项合同市场 比如这样一个版书 假如1月1号 合同开始交付A商品了 那么这一天 我确认A商品收入 在未交付B商品之前 无权收取A商品款项 这是当初合同预定的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今天交付商品以后 我且没有收到 我只能写合同资产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都叫合同资产 是针对A商品的款项 到了3月1号 我交付B商品了 此时可以确认B商品的收入 同时我就有权收取 A和B商品的款项了 我的义务已经履行完了呗 那我就可以无条件收取了 但是提供给对方 一个月的信用期 假如说 你商品今天交了没问题 对方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 从这个点上 无论是A和B的款项 我都履行完义务了 既然履行完义务了 那我这个时候 有合同资产 就要转到应收账款里面去了 那这个应收账款 包含A包含B的款项 此时合同资产就没有了 然后4月1号 这一天收到款项 借银行存款贷 应收账款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听完我这个 这个分析 包括这个图表 就能够区分 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 这两个科目 在实用时的区别 那么给大家顺便说一下 在这个点上 以后这个应收账款 它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作为假公司 比如销售企业 作为企业来说 它没有其他的履行义务了 它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收取这笔款项 而合同资产不一样 合同资产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寄到合同资产 是因为你还有 义务没有履行完 所以要寄到合同资产里面 下面呢 给大家画一张表 比较一下 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就是 无论是合同资产 还是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等等了 它都是企业拥有的 有权收取对价的合同权利 这很好理解 不同点是 应收款项代表的是 企业拥有的 无条件向客户 收取对价的权利 我已经全部履行完义务了 没有其他条件了 所以企业紧紧取决于 时间的流逝 因为我给对方提供信用期了 时间到了 我就必须 我要收取这笔款项 而合同资产不是这样的 刚才讲到了 合同资产并不是一项无条件 向客户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它除了时间流逝之外 也有时间 给时间的问题 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 比如 旅行完合同中的 其他旅游义务 你才能取得这笔款项 那就是取决于其他的条件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收款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好 那么这两个比较完以后呢 这做个总结 应收款项与合同资产 各自相关的分线是不同的 应收款项仅仅仅承担信用分线 站在企业角度 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这个应收账款 我就是担心对方财务状况有问题 付不了这个企业 那就是这样一个信用分线 但是合同资产不一样 合同资产所承担的分线 不仅仅有一个信用分线 对方如果财务状况恶劣 比较差的话 可能就不给你这笔钱 同时还有一个 你没有履行完毕的义务 这笔钱也拿不到 所以对于合同资产来说 他除了承担信用分线之外 他可能还要承担其他的分线 比如履约的分线 你一旦交付不了B 就连A的钱也无法收到 所以他承担的分线要大 好 这是把两个科目呢 进行了一个比较 那么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 是分摊交易价格的一般原则 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比较具体一些 分摊合同折扣 如果有合同折扣 我们如何去分摊 所谓合同折扣 是指合同中各单项 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 单独售价之和 其实刚才前面有一道例题 已经体现分摊合同折扣了 单独售价一个是六千 一个是两万四 当时前面不是有两个 有一道题吗 是这样子 那是单独售价之和 而合同交易价格本身是 两万五 那么两者之间 不是就有一个差额吗 那就是合同折扣 对于合同折扣 企业应当按照 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 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 按比例分摊 我们前面那道题 就是这样分摊的 不过请大家注意 有确凿证据表明 合同折扣仅仅与合同中 一项或者多项 而不是全部的履约义务相关 那么跟谁有关 就分到谁那去 企业应当将该合同折扣 分摊至相关的一项 或者多项履约义务 那就不一样了 比如刚才那道题 他说那个折扣和B有关系 跟A没有关系 那A的话 6000还就是6000 那剩下的 从这里面减掉都算B的 那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跟谁有关系 就分给谁 跟谁没有关系 不能分 如果和大家都有关系 那就按比例分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 13题看一下 想要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相其销售ABC三种产品 合同总价为120万元 这三种产品构成三个单项履约义务 企业经常单独出售A 其可直接观察的单独售价为50万元 已知 B和C的单独售价不可直接观察 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 估计B的单独售价为25万 那不就直接告诉我了吗 采用市场调整法 确定下来是25万 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成本加成的方法 估计C的单独售价是75万 25、75还有个是50 加起来是150 单独售价之合是150 而合同价格是120万 继续看题目 甲公司经常以50万的价格 单独销售A产品 并且经常将B和C合在一块 以70万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假定上售价格不包含增值税 那么这里面注意了 A经常本身就是按照50万元的价格销售 B和C是70万 而B和C加起来是多少 单独售价是100万 那么100万和它的组合的销售价格 70万相差就30万 而这个30万也正好就是120和总的150的差额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差额部分 合同折扣30万部分 其实是与B和C相关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分析 本地中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之合为150万 50加25加75 而该合同的价格是120万 因此该合同整体的折扣是30万 但是由于假公司经常将B和C组合在一起 以70万元的价格销售 而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之合100万的差额30万 而这个30万与合同整体的折扣30万 正好是保持一致的 说明什么 说明该合同的折扣30万 仅仅归属于B和C 本身这个A啊 它名的价格和单独售价本身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明了一点 这个折扣30万应该是与B和C相关 与A无关 既然与A无关 所以A就不要参与分配 把那个30万分到B和C里面去 因此在该合同下分担至A的交易价格 那就是50万 还是他自己 分担至B和C的交易价格是70万 那么企业应当进一步将B和C的单独售价25和75 算一个比例 将这个30万在两者之间进行分担 给大家写一个版书 合同交易价格是120万 总共是150万 但是这个差额三 两者之间差额30万 是与B和C整体相关的 B和C整体相关 与A无关的 A本身交易价格也就是单独售价50 所以那就直接按50算 那接下来那就是这个30按照他俩的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担 一个25一个75 25% 所以把这个70万 我们总共是70万 因为这个30万已经给扣掉了 已经给扣掉 本来合起来是100万 这两个合起来是100万 这个30万折扣全部送到这里面来 所以呢 那就是70万 就是这个70万 因此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70万分摊到他们两个里面 70万乘以25% 70万乘以75% 算出B和C的交易价格 合起来还是120 那就是前面的交易价格120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结论 A商品的交易价格50 当企业交付商品转移控制权时 按照50万确认收入 而B呢 按照 这样一个比例 25% 乘以这个70万 因为这个30万呢 全部算在B加C 总共是100万 100万里面30万折扣 全部算在B和C里面 所以等于70万 因此这样呢 按照70万 那进行分配 17.5和52.5 好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分摊 这个交易价格 这个合同折扣 和所有的人相关 那大家都参与分配 按比例分配 和其中一部分相关 那就这一部分参加分配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分摊可变对价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可变对价了 确定交易价格 已经提到了可变对价 合同中包含可变对价的 这个可变对价 可能与整体合同相关 比如整个合同 有三项女约义务 ABC三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三项女约义务 那么我们这个可变对价 那就要在ABC里面 都去参与分配 也可能与合同中 某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有关 也就是说 这个合同里面是A加B加C 但是至于B和C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交可变对价 在B和C里面分配 那这个呢 又分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可变对价 可能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 而非全部履业义务有关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本来是有整个合同有三项 但是它至于B和C有关 那就分摊到B和C A不参与分配 第二 可变对价可能与企业 向客户转让的构成 单项旅业义务的一系列 可明确区分商品的一项或者多项 而非全部的商品有关 两种情形想说的意思 都是部分有关 而不是全部有关 部分有关那很好办呢 和这一部分有关 可变对价就分摊到 这个相关的部分 无非是上面和下面是两种情形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单项旅业义务有两种 一种是叫单一商品 我把它简称叫单一商品 比如我们就交付产品 那产品交付完了 这就是个单一商品 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 叫系列商品 什么叫系列商品啊 比如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保洁服务 签订一个一年的时间 每个月甚至每一周到每一天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循环往复的 所以它都是形成系列的 我们一个月完成了 那这个月就相当于履行了义务了 这就是转让了一个产品 形成一个系列的 每个月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叫系列的 那么两种情形 无非上面是单一的 下面是系列的 那系列的这种情况怎么理解呢 比如这举个例子 为期两年的保洁服务合同装 第一年可能是一个固定的 第二年是一个可变的 那说明和第二年有关系 第二年的服务价格 将根据指定的通占率来确定 那说明这个可变对价 指于系列的商品当中 某一个部分有关 比如第二年 假定哦 为期两年的合同 那第一年是固定的 第二年是可变的 那就和第二年有关系呗 那就分摊到第二年 第一年就不要去调整它 就这个意思 那这段话给大家整理一下 整个可变对价要区分 是与整体合同有关 整体合同有关 A加B加C 那么就全参与分摊呗 相反 也有可能与合同当中 某一部分相关 比如有A加B加C 但是只与B和C有关 那就分摊到B和C 具体来说 又分为两种 一种这是单一的 是某一个合同当中 一部分就像刚才讲的 A加B加C 但是只与B和C有关的 那也有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系列的 系列的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第一年没有关系 与第二年有关系 那我就分摊到第二年 第一年不受影响 这一块写了 写这样一个版书 整理一下 分摊可变对价 是这样一个思路 接下来我们结合教材的 十四题看一下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将其拥有的两项专利技术 X和Y授权给乙公司使用 假定两项授权均构成 单项履业义务 且都属于在某一个 十点旅行的履业义务 后面我们会讲到 两种履业义务 在某一个十点旅行 或者说在某一个 时段类履行 合同约定 授权使用X产品为80万元 授权使用Y的价格为 以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 所生产的产品销入额的3% 说明授权使用X的价格是固定的 而Y是可变的 X和Y的单独售价分别为 80万和100万元 假公司估计其 就授权使用Y 而有权收取的特取权使用费 是100万元 就Y来说 估计是100万元 那其实和它的单独售价 是吻合的 假定上述交易价格 不包含增值税 下面一看分析 本例中 该合同中包含固定对价 和可变对价 其中授权使用X的产品 为固定对价 且与其单独售价一致 而授权使用Y的价格 为以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 所生产的产品销入额的3% 那就属于可变对价了 不确定的 该可变对价 全部与授权使用Y能够取得的对价有关 且假公司估计 基于实际销售情况 而收取的特取权使用费的金额 就是等于Y的单独售价 所以假公司将这个可变对价的 特取权使用费的金额 全部由Y承担 符合交易价格的分摊目标 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你Y本身是可变的 而且你Y的估计的销售额 就等于它的交易价格的单独售价 所以全部由Y来承担 那么这给大家画一个版数来整理一下 两种产品两项链业义务 X单独售价80万 Y单独售价是100万 交易价格本身X也是固定的 对价是80 所以交易价格也就是80 Y是可变的 而且本身就接近于它的估计售价 单独售价 所以呢就按照100元来算 就估计的交易价格 就等于它的单独售价 那就按照100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这个要复杂一些了 第一种 一般情况下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确定的 确定好一个交易价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交易价格在后续期间发生变化 合同开始之后 由于相关不确定因素的消除 或环境的其他变化等原因 交易价格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企业因向客户转任商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的金额发生变化 因为企业应当根据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来确认收入 你交易价格变了 收取的金额变了 所以收入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如果交易价格发生后续变动的 企业应当按照注意 在合同开始日所使用的基础 将该后续变动的金额也可能增加了 也可能减少了 按照合同开始日当时所采用的基础 将这个变动的金额分摊到合同单中 同时请注意 企业不得因合同开始日之后 单独售价的变动 而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版书 大家看到这个版书已经不陌生了 这是我们在17章收入 第一节课开始给大家所介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页 收入的一个案例 当初的交易价格是总共1000万元 然后分判断出 首先识别合同吧 识别合同 假公司和乙公司有这么一项合同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识别合同当中 各单项履业应务总共有四项 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已知1000万 第四步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要将交易价格分摊至 各单项履业义务 原则上根据 各单项履业义务的单独售价 所占的比例 把它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 那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正常情况 接下来我现在说的 假如在交付商品之后 也就是说合同日之后 交易价格变了 变多少呢 下面一个图表 960万 那其实就差了多少 差了40万 差了40万 那交易价格发生变动 那么怎么办 那还是按照合同开始日 这个基础 注意了 还是按照合同开始日 当时这个单独售价 所占的比例 进行分摊 这样一分为四 分下来960 那么要讲的就是 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单独售价的标准来分 也许 假定哦 这个是三月一号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合同开始 而这个交易价格的变动 假定是六月一号 假定是六月一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单独售价呀 每一项履业义务的单独售价 齐了时间的推移 市场是动态 可能单独售价变了 现在的单独售价变了 六月一号的时候 可原来不一样了 那我按照什么标准分呢 注意 还是按照合同开始日那个标准 那就是我们刚才这所说的 企业应当照在合同开始日所采用的基础 你当时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分的 今天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分配 分摊这个可别 这个 后续的变动金额 所以后面一句话 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企业不得因 合同开始之后 单独售价的变动 而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假如交易价格都没变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交易价格 单独售价会变了 这个肯定是动态的 那这个变了以后呢 我那个是不是要重新按照 新的标准摊呢 不可以这样的 当初定好了 那就是定好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第一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写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我说要复杂的就是这个问题 发生与合同变更相关的交易价格后续变动 和合同变更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面又细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对于合同变更导致交易价格后续变动 合同发生的变化 我们前面讲过合同变更三种情形 三种情形导致交易价格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按照收入准则当中有关合同变更的规定 进行快捷处理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教材 立体五和立体七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两道立体 去理解一下 有关合同变更导致交易价格的后续变短 大家回忆一下 比如立体七里面 我们前面讲过什么 假公司想以公司提供登箱广告服务 由于上半年呢 这个人流量骤减 导致呢 广告效果很差 所以假公司为了维系和客户的关系呢 就给对方呢不同进行合同变更 比如前面讲过三种情形 其中有后面三个月 一二三三个月 我们已经按十万块钱 收了一个月的 每个月收了十万块钱 而后面还有四五六三个月 本来也是每个月十万 那么第一种情形 我们打五折 打五折我就只收你十五万块钱了 那就是合同变更 导致交易价格后续变动 原来后面三个月是三十万 改成多少呢 改成十五万 打五折了 只收十五万 那就是合同变更 导致的交易价格后续变到 还有其他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立体五和立体七 好 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 有的同学在这在理解的时候 是有误区的 首先我就要强调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合同变更之后 注意 刚才讲的是交易价格在合同变更 导致交易价格变 后续变倒 这个是合同变更以后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倒 什么意思 本身就有可变对价 然后在合同变更之后 可变对价又发生变倒 这个要复杂了 分三种情形 先看第一种情形 注意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强调一下 今天我们所讲的三种情形 是讲什么情形 是讲合同变更之后 由于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的三种情形 因为有的同学在理解这个问题时 把这个三种情形和前面合同变更的三种情形 画等号了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在这儿为了区分开来 请大家注意 这儿我在讲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三种情形 我分别标示为中文字 一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而我们前面讲过合同变更 这个大家是清楚的 合同变更也有三种情形 为了区分开来 我这儿用阿拉伯数字来标 叫第一种情形 合同变更属于其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 括号一括号二括号三 这样的先用文字区分开来 那下面首先看第一种情形 情形一 合同变更属于其第一种情形 那么问题又来了 咱们有的同学 可能又记不清了前面 学了今天的前学后万 也就是之前的学的东西 现在已经万掉了 所以大家在复习这些 看到这些知识点的时候 你要能理解这儿 你必须把这些问题再回顾一下 要清楚 那么什么是 合同变更的第一种情形啊 那就是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有量有价 前面是这么说的 并且新增合同商品的价款 要反映其单独售价 下面我们看一下 合同变更第一种情形 实际上复习了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并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比如 假公司向乙公司 原先销售合同是 12000件 每件单价100元 在销售6000件 以后 对合同进行的变更 那么 因此变更增加了一个新的合同 4000件 按照单价95元 新增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我们假定 都是同质化的商品 所以都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也增加了价款 乘以95元 并且新增的合同价款95 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假定题目条件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前面讲过 原合同 按照原合同执行 新的4000件 乘以95元 按照一个新的合同来做 就可以了 原合同和新合同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变对价 它的一个后续变动 也就是说 在合同变更以后 发生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比如 这一天是3月1号 是合同变更 这一天是合同变更 然后 假定在4月1号 这个点上 有一个可变对价 合同变更以后 发生一个可变对价的变动 那么 如果合同变更 属于其第一种情形 企业应当判断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是与哪一项合同有关系 是与原合同有关 还是与新合同有关 如果这个变动 与原合同有关 那么这个变动 就算在原合同里面 如果这个变动 是与新合同有关 那就算在新合同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很复杂的 那就是 应判断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哪一项合同有关系 并按照分摊 可变对价的相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与谁有关分摊 到谁那去 所以 这儿呢有个提示 请大家注意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一 与合同变更的第一种情形 它的范围是一致的 这儿的情形一 代表的是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 这里面所写的第一种情形 指的是合同变更的情形 也就是说 当合同变更 属于它的第一种情形的情况下 而发生了 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了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和谁有关系 就分摊到的谁那去 这是情形一 比较容易理解 下面看情形二 比较复杂的 就是它 情形二是 合同变更 属于其第二种情形 且 关键是这个问题 且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是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可变对价相关 这个整体内容 请大家注意 这个整体内容 统称叫 可变对价的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二 从这句话里面 请大家注意 首先你要明确 要清楚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二 与我们前面所讲的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范围是不一样的 可以这样先明确一下 大家来判断一下 是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二 范围大 还是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范围大呢 应该是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大 因为 我们今天讲的情形二 是有附加条件的 是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下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的 那一部分才算情形二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这给大家写了个提示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二 与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的范围 是不一致的 具体来说 情形二的范围要小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范围要大 因为它只是第二种情形下的 其中某一个条件 还要符合企业这个条件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 下面我给大家 也首先回忆一下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如果你连前面合同变更第二种情形 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在这怎么捉摸 你也看不明白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了吗 什么叫合同变更第二种情形 那就是不属于 上述第一种情形 合同变更第一种情形 同时呢 已转任商品 与未转任商品之间 可明确区分 比如我们在这举例子 讲公司相以公司 原先销售商品十万件 每件当价是一百元 那么这个商品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叫合同变更 假定是三月一号 合同变更 我们已经交付了七万件 当时按一百元结算的 然后还剩下三万件 还没有履行 然后就在这个点上 和对方又签订一项合同 新的合同是两万件 单价是八十 但是这个八十 不能反映其单独售价 说明什么 说明不符合第一种情形了 但是有一点 已转任商品七万件 与未转任商品 总共多少 五万件 五万件 他们之间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因为这个商品本身 都是可以同质化的 都是明确区分的 这是假定的条件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这个合同变更 属于第二种情形 好 我们讲到这些 都还属于前面学习过的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刚才讲了在这个点上 三月一号是合同变更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在合同变更之后 假定四月一号 这一天 可变对价 说明什么 这个合同本身就有可变对价 这个可变对价发生变动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那么这个可变对价 发生变动了 那么我这个变动的额 我们把哪是分的问题 比如把这儿曲名叫A部分 这是B这一部分 这是C这一部分 那那么这个可变对价 怎么分的问题 好了那下面我们回到前面看 怎么分 合同变更属于第二种情形 这没问题 刚才这道题就是 且如果这个合同变更的 这个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与合同变更前已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什么意思啊 今天在四月一号这个点上 可变对价发生了变动 这个变动与之前这个合同啊 有关系 与变更之前已承诺的可变对价 是相关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和原来的A和B 这里面加起来是A和B 说明和原来的A和B 是有关系的 因此这个变动的部分 要把它分摊到A和B里面去 那就是这所说第一步 第一步将可变对价的后续变道 以原合同开始所确定的 单独售价为基础 分摊 那什么意思啊 分摊到A是多少 分摊到B是多少 然后第二步 分摊到A那去的 比如增加了可变对价 那么A就要增加一块收入 因为刚才A已经在这交付商品了 合同变更时交付商品 A已经确认收入了 是不是 而我们今天讲的4月1号 那4月1号 可变对价发生变道 并且与A和B有关系 那么A可以再补上去 它已经分摊的那一部分 那么B也有分摊的一部分 但是B要注意到 B和新合两万件 要合二为一 合为一个新合同 这是我们第二种情形的快捷处理 所以呢 我们还要将分摊至 合同变更日 尚未履行的义务 那不就是那个B类一部分吗 其实还有C都是没有履行的 要把分摊至B的这一部分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以新合同开始 确定的基础进行二次分摊 什么意思 把刚才分摊B这来的 这个C先化掉 分到B这来的这个部分 要在B和C之间 再进行分摊 就是二次分摊 那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假定合同变更以后 可变对价增加一百万元 并且与合同变更企业有关 那么既然是第二种情形 原合同终止 这个大家看得懂的 原合同终止就是七万件 那就按照一百元确认收入 那就是七百万呢 然后新合同未转让的部分 B三万件 这个三万件本来是 三乘以一百 是不是啊 三百万 是不是啊 三百万 然后新增合同是两万件 两万件乘以八十 是一百六 那么这两个合二为一 合为一个新合同 加起来总额是四百六十万 总额是四百六十万 但是单价呢 是九十二元一件 四百六十万除以五万件买 什么意思啊 当你转让B的时候 不能按一百元算收入的 这前面讲过了 要按照调整后的九十二元算收入 同样的这个两万件 也是按照调整后的 九十二元算收入 不是按八十算收入了 好了 那么现在既然假定增加一百万 并且与变更前有关 说明什么 说明可变对价增加的一百万 和A有关和B有关 因此我们首先第一步将它分摊到B A和B里面去 分摊到A和B里面去 按照交易价格 这个是七百万呢 这是三百万嘛 是不是啊 三百万 或者按照数量 因为单价都是相同的 所以你按照数量的比例也可以 它分担七十 它分担三十 那说明什么呢 和我前面假定个 和同变更是三月一号 之后 可变对价是四月一号 而A呢 七百万已经确认收入了 在三月一号已经 三月一号 那一天之前 我已经转让过了 我已经确认收入了 那么在四月一号 A呢 又分了七十万 并且是增加 意味着A再补上七十万的收入 好了 那B不是分了三十吗 那B这个三十 是不是就是B自己的呢 不是的 因为你这个B和星 可能合到一块来了 合二为一了 那意味着这个三十 还要在B和C里面 进行二次分摊 这个三十 在B和C里面分 那这个怎么分啊 刚才说过 这个三万 总共是三百万 这个是乘以八十 是一百六 是吧 一百六 那有的同学说 那是不是按照三百万和一百六 占百分比分这个三十呢 不是的 因为他俩合二为一以后啊 他的总价是四百六 是吧 四百六是吧 那就意味着每件是九十二元了 所以要按照他的交易价格是 三万件乘以九十二 这个是两万件乘以九十二 应该按照这个金额来分啊 其实因为单价相同 都是九十二 所以我也可以按照数量来分 这是三万件 这是两万件 合在一块 这个占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三六十八 这个占百分之四十三四十二 是这样分出来的 分完以后 那么B分摊 十八万 C分摊十二万 也就是说 当这家企业在交付B的时候 这个十八万 可以算在一起 算收入了 C呢 也算一个十二万 就这样的理解 好 这是给大家画的图表 来说明的 那么要请大家注意的是 强调的是 我们这儿要强调的是 有同学有误区的 把这个问题的情形二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它花等号了 这是一个误解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 这一块是不一样的 是有条件的 且是与之前相关的 那反过来说 再看一种情况 假如我们这道题啊 我就以这道题来说吧 假如这道题 它说与合同变更后有关系的 合同变更后有关系 合同变更后有关系 请大家注意的 一百元是吧 一百万是吧 这个一百万 请大家注意 这是属于第二种情形吗 还是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但是如果听不说 这个新增的价款是 变更后有关系 说明和原来的A是没关系了 那A就不参与分配 那就意味着 这个一百万 要在他俩之间进行分配的 他俩之间进行分配 那么他要分六十万 他分四十万 因为你占百分之六十 他占百分之四十嘛 同样的是按照 这个价格来算 这个价格来进行分摊的 好那就不一样了 我想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儿所讲的情形二 和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是不一样的 只有在 合同变更之前 与这个可变对价 与合同变更之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 相关的情况下 才有二次分摊 第一步 先在原合同里面进行分摊 然后第二步 在新合同进行分摊 好这是第二种情形 等一会我们后面给大家再举例子说明 刚才讲了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的情形一和情形二 尤其是情形二 它和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范围是不一致的 接下来看情形三 情形三是 合同变更之后发生 与上述情形一和情形二以外的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那么这块同样的 有的同学对这个问题有误区的 他以为 那就是合同变更的第三种情形了 也不是除了情形一情形二 注意 我们所说的情形一情形二是指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情形 情形一和情形二 并不是说除了合同变更的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以外的 不是那样表达的 什么意思呢 我这增加一个提示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的情形三 与合同变更的第三种情形的范围 同样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儿的情形三的范围 要比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范围要大 是因为情形三除了包括合同变更的第三种情形外 还包括我们刚才在情形二里面所提到的 合同变更属于第二种情形 且合同变更后续变动 与合同变更后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的情形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在情形二里面只说了属于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企业可变对价的变动 是与合同变更前一承诺的相关 那反过来说 与合同变更后的怎么做 刚才说了 与合同变更后的这种情况 其实前面就不要参与分配了 不要一次分摊二次分摊 而是就在新的里面进行分摊 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情形三里面讲到的 企业应当将可变对价后续变动额分摊至合同变更日 尚未履行的义务 在这里面进行分摊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其实大家重点掌握的是情形二 因为情形二相对复杂一些 要进行一次分摊和二次分摊 对这样的问题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的三种情形 一定要注意 与合同变更的三种情形 不能划等号 他们只有情形一 他俩是范围是相等的 情形二和情形三 是有区别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 就是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就刚才讲到的一个例子 假如合同变更之后 可变对价是增加一百万元 且与变更后有关 那不就第三种情形了吗 情形三了吗 是不是 属于情形三的范围 因为只有编更前才是情形二 除此之外的 除了情形一 情形二的都属于情形三了 那情形三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一百万 那其实要 原合同不参与分配了 在尚未履行的看 尚未履行的 或者部分未履行的部分 要进行分摊 分摊到这来 那就是在B和C里面分摊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是六十万呢 你这是四十万就可以了 也就是在B和C之间进行分摊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十五题来看一下 2008年9月1号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入A和B产品 A和B产品均可以均为可明确区分商品 且单独售价相同 这是题目给了个特殊条件 他俩都相等的 且均属于在某一个时点旅行的履业义务 合同约定A和B分别于2008年11月1号 和2009年3月31号交付给乙公司 合同约定的对价 包括1000元的固定对价 和估计金额为200元的可变对价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 该合同本身就包含有可变对价 只不过是在合同变更之后 可变对价200元不是200元了 那就叫可变对价发生后续变道 假定假公司将200元的可变对价 寄入交易价格 满足收入准则有关限制条件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限制条件 因此该合同交易价格为1200 因为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就寄到里面去 总共是固定的1000加可变对价200 所以总共是1200 假定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2008年12月1号 注意时间 这是什么时间 这是合同变更的时间 双方对合同范围进行变更 乙公司向假公司额外采购C产品 C产品增加了300元 而且C和B A和B之间都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但是增加的价格 不反映C的单独售价 说明什么 说明该合同变更属于第二种情形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另外呢 C的单独售价与A和B相同 它们三个单独售价都是相同的 这题就变得简单 如果不相等 要按比例分 相等的话 那就非常好 容易理解容易分的 C产品将于2009年6月30号交付给亿 接着在2008年12月31号 注意刚才是2008年12月1号 合同变更 然后在2008年12月31号 将以企业预计有权收取的可变对价 由200元变更为240 这是什么 这就叫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的日期 是发生在合同变更之后 那么就一个问题了 那你这个变动40元增加40元 40元那就要考虑和合同变更前的A 原来那个合同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 原来那个也要参与分配 如果没有关系 那就在B和C里面分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题目 该金额符合记录交易价格的条件 因此合同价格就增加了40 且假公司认为该增加额 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和原来有关系 原来有关系就意味着 原合同要参与分配的 要进行二次分摊 假定删入三种产品的控制权 均随产品交付给 而转移给乙公司 那下面看分析 本例中在合同开始 该合同包含两项单项约义务 A和B咯 假公司应当将估计的交易价格 分摊至两项 由于两种产品的单独售价是相同的 且可变对价不符合分摊至 其中以下的条件 就都参与分配的 那么假公司将交易价格 总共不是1000加200吗 固定对价1000加上可变对价是200 总共1200 1200呢 因为它俩单独售价是相同的 所以每个人600 这很好算 两个人都是600 2008年11月1号 当A产品交付给客户时 假公司相应的确认收入600 这个600是谁的 是A的 因为它俩本来分的交易价格就是600 那A已经交付了 就当场就确认收入600了 继续2008年12月1号合同变更 该合同属于本节合同变更第二种情形 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因此该合同变更应当作为原合同中止 并将原合同当中的未履约的部分 那个B和合同变更那个C 合在一起合二为一进行会计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合同价格交易价格变成多少了 B本身不是600吗 C呢是300前面知道的 所以两个加起来是900 900呢由于B和C的单独收价相同 A等于B等于C 前面收货的是不是 A等于B等于C的 所以既然你们相同的话 交易价格总的是900的话 所以B变成多少了 450了 C变成多少 450了 原来B不是按照600算的吗 现在不可以按600算 按450算 也就是说当B商品交付以后 你只能按450确认收入 不能按照原来那个600确认收入 接着2008年12月31号 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是可变对价发生变化 奖公司重新估计可变对价 增加了交易价格40元 由于该增加额与合同变更 企业已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所以呢首先要将该增加的部分 40万40元分摊到A和B里面去 之后再将分摊给B的部分 再在B和C里面分 由于这道题特别简单 单独售价是相同的 那你这个40分摊到A和B里面去 大家想一想A多少 A不就20了吗 B多少 B那也20啊 是不是啊 好了 B分给B的20再进2次分摊 再分给B和C 因为你俩是合二为一了 再加上这道题 B和C的单独售价也是相同的 那不就意味着B分10万 C分10万 那这样就分解完了 这一下我把后面都说完了 在本例中 由于ABC的单独售价是相同的 再将40元的可变对价 后续变到分摊到A和B的时候 各自分摊是20 由于甲公司已经转让了A 所以今天分摊给A的20 由于是增加对价 所以A可以再补上20元的收入 如果减少对价 那就冲掉20元的收入 之后再将分摊至B的20元 平均分摊 为什么平均分摊 因为这道题特殊啊 ABC的单独售价都是相等的呗 那此时割50% 那就分了10万 因此此时B有原来450再加10万 那就是460 也就是说当将来交付B长品收 B按照460确认收入 同样呢 C在交付商品是按照460确认收入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可变对价 发生变动的第二种情形 称之为叫情形2 这种情形2与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不是一回事啊 有的同学一直一直仿佛在问这个问题 说我我听课的时候老师就这么说的呀 请你注意啊 这是有误区的 你理解的上可能有问题 那下面就刚才这道题 给大家画一个时间轴 再把它理一下 这一天是合同开始 2008年9月1号签订合同 A和B两个合同 当时呢 是分别是600和600 因为总共是1200 因为他们的单独售价是相同的 所以各自是600 然后到了2008年11月1号 交付A产品了 所以A确认收入是600 没问题 然后到了2008年12月1号 这一天是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因为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呢 我们将B的600和C的300 合在一起是900 因为他们是相等的 所以割450 到了2008年12月31号 可变对价发生变动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 可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的变道 是这个意思 可变对价增加了40 那增加40怎么分 那下面就要进行二次分摊 首先第一次 要把这个40在A和B里面去分 A分摊20 B分摊20 然后B这个20呢 再进行二次分摊 在B和C里面分摊 因为属于第二种情形 在B和C里面分摊 割分摊时 那么A这个20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A在确认一个收入20万 在补上是20万 B还没有交付 那么接着后来 根据题目的条件 在2009年3月31号 交付B产品 所以B此时确认收入 那就按照460算了 同样的 C在2009年6月30号 交付C的时候 那也可以按照460确认收入 我们这儿要讲的 就是这个地方 二次分摊 关于这个二次分摊 我下面画一个板数 再说一遍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额 是40万 第一次是40万 在A和B里面分 所以A20 B20 然后B呢 因为是和C 合成合2为1了 所以那个B呢 20还要在B和C里面分 B分10万 C分10万 这样就分好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道题 然后通过这个时间轴 给大家 时间轴呢 给大家再理一理 好 那这道题给大家分析到这 这道题要重点掌握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有关收入确认和计量的 第四个步骤 将交易价格分摊 制科单项履业义务的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 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没讲完一个步骤 我们给大家做个小节 大家呢 学习也是这样的 没学完一个步骤 你先把 不要挤着往后面去听课 你要把这块先理一理 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时间做题 等我们学习完了再做题 那么怎么办 先把教程内容消化掉 你要自己理出来一个思路 甚至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你自己能把这儿的内容 能表述出来 那么这块总共讲了四点 第一点是分摊的一般原则 这个很好理解 如果单独售价可以直接观察 那没问题 就直接按照单独售价来分 如果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 前面讲过三种方法 第二个是分摊合同折扣 那这个合同折扣 按照各单项履业义务之间 按比例来分 并且要注意 跟谁相关就分给谁 跟谁无关就不要参与分配 接着第三个问题是 分摊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呢 分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与整个合同有关 ABC都有关 那么大家都参与分配 如果只是和一部分有关 B和C那一部分有关 那就B和C分配 A不参与分配 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单项合同 单一的合同 那么对它其中的一部分 进行分配 那就分到那一部分里面去 如果是系列的合同 那跟谁相关的 就分到谁那去 关键是这第四个问题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注意二是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这里面要区分 一般情况下交易价格后续变动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关键是掌握这个问题 是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重点要注意 情形二这一块 好 这是我们第四步骤 将交易价格分担至 各单下女约义务 要掌握的四个问题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